今天的主題不是建築物 是樹 題目是這樣子的題目 看起來 像鬼像的笨蛋 看在這附近 認真研究瞄圖紙上的剪影 稍後就要出發去尋找這是哪一棵樹的身影 這會在哪裡 我不知道 反正去那裡繞不到就知道 這是台中青少年辦的課程 來到台中市歷史最有久的公園 台中公園 活動透過影子遊戲 也就是苗圖紙上的剪影 去找到這究竟是公園裡的哪一棵特色植物 這裡咧 你覺得後面這個是什麼 快點 這裡要我啦 這個咧 藍杆 藍杆那一邊嗎 好 我們先去看看 跟我咯 不是 那裡 對不對 可是它沒有鬚鬚啊 你要看樹形 不是看那個 沒有 因為那旁邊有這個 它沒有 你要看樹形喔 檢查線索 仔細比對 學生反覆觀察公園裡形形色色 姿態特殊的大樹 其實影子遊戲呢 我們只留下樹幹跟根 跟旁邊的一些環境的設施 所以孩子們就會特別去觀察到 樹幹的形狀 樹根的分布 那它大概長在哪些地方 透過這個活動呢 它已經觀察了 應該是不只二三十棵樹以上的樹了 那它會對樹特別的有感情 那請告訴我它的名字 那個鎮龍 鎮龍 彎曲的 答對了 答對了 你們找到了是不是 找到樹和老樹拍個照 寫下樹的資料或者是自己的心情 畫出欠缺的葉子 這是什麼樹 這是黃椰子 這是什麼樹 金龜樹 喜歡 因為它這邊可以當拍照用的牌子 它跳起來可以嗎 一二三 耶 結束找老樹的影子遊戲 老師更帶領學生去探望台中公園的老樹 像是這棵榕樹的根 不僅已經把石頭帆布包覆起來 連水泥都能跨越 而在紀念碑旁已經擺碎了爪挖荷荷荷樹 板根更是包覆柱子和鐵鏈 那爪挖荷荷荷荷那邊 因為那邊是砲台有個紀念碑 地面都已經不平了 那我就跟孩子聊到這塊 我們想要把它限制在一個小空間 影響到植物的生長 所以常常很多老樹的死亡 就是因為給它的 空氣洋光水是不足的 透過老樹看到植物的力量 如何掙脫人工給它的限制 更讓學生反省 究竟是人定勝天 還是該尊重自然 敬畏自然 記者陳佳樂台中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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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